LAYO 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法蘭克人對上義大利人 這場比賽是10T的超級隨機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式選擇的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是有天生的20%騎兵血量加成的文明 但是他沒有品種 所以在封建時代時雖然血量上來說會贏對手 但是如果對手點下了品種之後 自己的血量可能會落後於對手的 法蘭克人主要還是打192遊俠 還有火槍、槍兵 還有自己的步兵單位 工兵單位來說是不太行的 在毛兵的話也只有二級射、二級防 所以用起來是有點堪用的 但法蘭克人來說 城堡時代也是可以打工兵開局的 只要不要出太多工兵的話 其實還挺接受的 法蘭克人後期還可以轉出火炮、火槍 科技線來說並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還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經濟上來說也不會太差 我們來看一下紅方 紅方是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的話 他的升級來說是比較便宜一點 每個升級時代都可以減免一些費用 但是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這一點需要特別注意一點 意大利人的話 他的勒奈亞奴手 是對於騎兵單位有外傷害加成的 所以也算是騎兵殺手國 所以這場對決就很有看頭了 法蘭克人對上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本身就是有天生優勢的 意大利人的海戰 他還有漁船的減免 所以出漁船的壓力會更小一點 可以省下大量木頭轉出戰艦 防守自己的漁船也不是問題 而且意大利人或是有火槍、火砲 還有這個傭兵可以做使用 那傭兵單位的話 算是一個速成單位 馬上可以進行反擊的 但是意大利人呢 他遇到法蘭克人的話 還是要轉出一些槍兵 但是他的槍兵也沒有擊兵 只有這個重裝長槍兵可以做使用 所以意大利人要如何反制法蘭克人 這一個遊戲呢 會算是對他來說是有利的 那法蘭克人要反制熱奈爾弩手 或是對方作裝長槍兵的話 選擇方法並不多 只有這個戰毛兵、弩炮 或是指腐兵、火槍之類的單位 進行做選擇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呢 旁邊有一些潛灘喔 但潛灘上面也沒有聖物 聖物都是分佈在本島上面 應該算是主島 那這個主島上面呢 也沒有太多的這個生物 也就只有兩個 兩個生物減完就沒有了 那資源分佈呢 本來算是有點像是阿拉伯 但是比阿拉伯來說 野精的部分更多一點喔 兩個野精 兩個野石 沒有問題 但是自己家裡喔 本身的黃金就不多了 只有兩塊兩塊而已 所以這張地圖喔 如果誰被控金的話 誰就BBQ了 所以有點看 比較看重 誰控圖更厲害一點 那法蘭克在這一點喔 就有這個優勢喔 法蘭克人在城堡時代喔 這個15%城堡的 減免費用 到了地龍時代 有25%城堡的減免費用 所以在這個地圖來說 法蘭克人在 控地圖來說 是有優勢的 所以義大利人喔 如果遇到 法蘭克人這邊 控城堡的話喔 自己就要轉出火炮 進行反制喔 不然就是要在前期喔 打贏盛戰喔 才有可能拿下來這場比賽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已經開始 灑下了魚網 喔不是魚網 灑下了這個魚船了 魚船上的魚網 已經放下來 開始補魚了 好後面補了一個房子 兩邊沒意外的話 應該說是打個23 點封建時代 23P點封建時代 那這個23P呢 是有包含這個 魚船的喔 魚船的這個 數量在裡面 但是 這個好像也不是阿拉伯嘛 所以這個資源分佈 我也不太確定 到底能不能正常上 啊 而且這是雙風駱駝 那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雙風駱駝 是不能趕這些鴕鳥的 所以鴕鳥不能吃的話 算是代來說 可能會稍微慢了一點 欸 結果還是23P喔 不好意思 看來我孤汗了 看來不用吃鴕鳥 也可以阿 對 因為正常來說 20P上喔 然後再點3個魚船 就是正常的 海徒開局的上風流程 但我的印象中 吃鹿的話會更快上 想說很快上的東西 其實是23P 22P了 好結果沒有想到 這兩位有玩家 還算是 頂尖選手 雖然秒到非常頂尖 但是至少有A級 還是很厲害的 尤其是法蘭克人喔 之前我有用日文 跟他聊天一下 雖然他是澳洲人 但是他日文也是自學程度 也是相當厲害的 我的興趣喔 就是 各處 找這個外國人 會講日文的外國人 跟他聊天 聊世紀帝國阿 或是聊一些生活的瑣事 好 那看到這邊上方 已經補了兩個碼頭 後方呢 法蘭克人這邊則是 下了一點 欸 只有下一個碼頭 這邊今天轉出了火蒙頭 但是沒有下第二個碼頭 這樣亮場界戰艦可能會劣勢喔 哇 你看這邊 人家雙碼頭 直接反制了回去 哇 這邊法蘭克人有點 顧錯的情況喔 這邊可能要再補一個碼頭 在這邊 這邊補完碼頭 可以繼續補 海濱魚群 不然就是直接來棄海了 但他按了兩個火戰船喔 所以棄海的可能性喔 是有點低啦 如果他一開始就想要棄海的話 就不會按這個戰鍵喔 就不會按這個戰鍵喔 也不會直接退手 欸 這邊按了一艘運速船 難道是要喔 藏劍竹嗎 這邊魚船先往下繞 這邊產了五隻肉馬 難道 要來偷渡了嗎 哇 偷渡戰術 剛好運速船出起喔 只能在五隻單位喔 這個五隻肉馬 直接繞到我後方 義大利人這邊 好 果然這邊是要棄海 沒有錯了 可以 帶在碼頭棄海 是很正確的選擇 但是 這樣讓義大利人 就會有肉量獲取的優勢喔 好 但是裡面還是有長槍兵在防守 哇 一進去就看到兩隻長槍兵在等他 哇 尷尬了 這個一進去 看到這邊 看一下這邊操作 人為好嗎 好 直接硬抓 抓掉了一村 哇 這一村拿得非常急死喔 這 切落馬 也只是殘血就跑掉了 好 上方法蘭克人 繼續往前推進 這時候一帶一人 點下來城堡時代的升級 法蘭克人這邊 黃金喔 有點慢踩了一點 但問題不大 大概會慢個一分半左右 好 這邊兩隻槍兵再過來 但還是收掉了這一隻殘血村民 那法蘭克人呢 雖然村民上現在有領先喔 但是漁船的數量是非常落後 完全不能 比較的 這個義大利人現在有非常 弱量的明顯優勢喔 這邊可以再考慮喔 再產一些漁船出來 增加一些精細喔 那由於這張地圖的海產資源 並不是這麼的優秀 因為這個深海魚喔 就只有少量的一兩點 吃完就沒了 有點空虛 好 義大利人這裡補下了義工 還有城堡時代升級 好 這邊稍微拉走 好 法蘭克人這邊大爆挖死 這個難道喔 又要來開始控圖了嗎 好 這邊控圖看起來不錯 如果待會他要插寶的話 可以考慮插這個位置喔 甚至這個位置 但這個位置並沒有這麼優秀 為什麼呢 是因為只能控到這個木頭 如果你控這個區域的話 就會控到木頭跟石頭 這樣就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後方還有一塊黃金喔 可以稍微守到一點點 好 所以左邊這個區域 並不是非常理想的位置 但 如果你只是單純想要控圖 打出一個破口來說的話 正面這個位置喔 可能會比較保守一點喔 甚至不太會容易被反噬回去喔 所以地獄跟城堡都差哪裡喔 也是一種學問喔 如果你已經有軍事上的 完全優勢的話 那就盡量深插吧 那如果你沒有軍事上的優勢的話 可能就要先思考一下 插的位置喔 看要不要直接插家裡做防守 轉出這個直斧兵來打也都是可以的 不好意思 好這邊果然要出門了 好這裡沒有軍事上的優勢 但是這邊雙風駱駝被捅到了一發 好蓋了一個比較保守的位置在前方 橘橘 結果要再往前嗎 好 往前再控點黃金 OK 那跟我想的位置差不多 偏中間的位置 因為他現在沒有軍事上的絕對勝利喔 而且對方甚至在以比他走 這邊如果騎士一出來 如果抓到這邊村民就會很難受 所以這邊如果對方騎士從這邊過來 這邊帶我一個實想 不要讓他這邊衝過來就OK了 好 法蘭克人這邊第一時間升級的是 步兵的科技升級 還有步衛技術 轉的是投石車 那重裝長槍兵要升嗎 還是要來直接打直斧兵呢 好這邊一出船被抓到了 那義大利人這邊 並沒有自己繼續上用自己的海上優勢 而只是出了武哨一船 就沒有繼續出了 好稍微有點小小可惜了一點點 好那法蘭克這邊經濟也是用到一個最好 惡農惡木 直接都補了 而且但是輪走技術沒有補 我是覺得輪走技術是 大於惡極農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讓自己經濟更好的話 惡農的話其實不是那麼的關鍵 最關鍵是這個輪走分手推車 因為我覺得惡農的話其實跟手推車 跟輪走技術的造價其實差不多 甚至更便宜一點點 現在優先點輪走技術的話反而是更好的 好這邊肉麻 這邊肉麻還用御書船載你回來 並沒有再繼續裡面了 剛剛忘記看了 他們在幹嘛 好法蘭克這邊打的是指輔兵喔 因為他可能是想到對方是義大利人 對於自己打對方的 騎兵交戰的話 他有勒納爾弩手自己會被克制住 決定要來打這個指輔兵 但指輔兵來說攻擊力雖然有 但是他的射程是比弓兵來說還要短的 所以法蘭克要用指輔兵反擊弓兵的話 也不太現實 好這邊已經看到工程塔 想要進來 這邊圍 圍房子來得及圍好嗎 結果沒有進去 被逼退了走 哇這一波工程塔有點失敗 那順帶一提喔 工程塔是可以直接被老頭給招降掉的喔 這個很危險 之前天空熊在打比賽 還是在打天梯的時候 我看到他用工程塔 運過去的時候 突然被工程塔被招降掉 然後裡面的人就下車開打 但還好裡面的單位不會被招降走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好一大一人這邊也要挖出一個城堡了 那這邊城堡可以考慮補正面的位置了 這邊就可以稍微不用低了 右邊也稍微微一下 微個兩層 哇他打一個最怕的那種 不敢出門 不然缺手現在也沒什麼好出門的方法 好一大一人這邊要來打算速生帝王嗎 那一大一人速生帝王也有優勢喔 畢竟自己的時代升級比較便宜一點點 打出這個時代差距 巨星頭司機先開閘也是一件好事 好這邊也可以考慮賣石頭 趕快點帝王 雖然不太推薦喔 但如果要打出這個時代差距的話 賣石頭買肉 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範圍 或是直接斷村 直接斷村去點 再消耗肉量 趕快點帝王 好城堡一蓋好 這邊的指輔兵數量有點多 畢竟你已經看到對方這麼多指輔兵 唉唷但是還好 這邊剛剛長槍兵有探查到 對方又來用自暴桶來炸木 炸這個居住防射了 好這邊用藝術船 又有兩隻騎士到法蘭克家裡面做騷擾 但裡面有一隻老頭 可以進行招響 直接滴掉了 上前炸個一波 再來 木門 直接走進來 太狠了 好走進來就算了 還再繼續 哇他這邊沒有用老頭招響工程器 一大一人不知道嗎 可以直接招響 完蛋了 原來再放下來 指輔兵再繼續丟個一波 太狠了 好我們肉麻想要進來 應該可以進來 這個房子還沒敲地基 好這時候升到了地龍時代的義大利人 還需要一點時間 再爭取一下 好指輔兵繞到了後方 好這繼續 一下來就丟斧頭 哇這就是斧頭幫 好強 噢嚕嚕 快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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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指輔兵一下就是給 熱那奈奴守 一斧 直接收掉了一隻 太狠了 指輔兵戰術 加工程塔 挺有趣的 好 邊緣的四季帝國 比較好玩 他的看起來比較好玩 哇好痛 這個指輔兵 那指輔兵的傷害判定 是近戰傷害 所以他打衝車 或是工程器製造所單位 巨型頭司機 傷害都是非常高 好這邊再繼續往前靠 哇他亂奈奴守 害怕極了 哇再丟下來 再繼續攻擊 這邊義大利人的臭名數 下降到只剩下59撐 但是升到帝王時代了 好這邊趕快點一下化學 還有巨型頭司機 那有人會說 那個工程塔要怎麼解啊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近戰單位 或是用老頭招響掉就好 或是直接用傭兵去解 也是可以 但是義大利人 現在沒有想要轉傭兵的意思 他可能認為 轉傭兵喔 所以打不太贏對方的騎士喔 好轉了一些熱納奴守 也沒有正面開始架了起來喔 因為這邊這個地方架起來喔 指輔兵可以在這個地方 進行攻擊 所以這邊把這個 防止低調 木牆低調 進行前壓是有點危險的 甚至算是有點風險的 但如果他現在不架起來 就有點會錯失良機了 畢竟人家法蘭克人 還在城堡時代喔 現在是進攻的好時機阿 只要把這個工程塔解決掉 問題就不大了 好 好那目前看到法蘭克人 這邊是點下來一級的蛙精還有二級雍 好 四隻老頭 有點多 好 點下來再到學手推車 經濟準備要好轉了 好這邊控海 繼續控 看一下後方有沒有奇怪的東西 那法蘭克人這邊是單TC Kaino 偏向於三TC Kaino的 義大利人喔 這幾經濟量來說是非常落後的 那義大利人這邊要打贏喔 就要趕快趁機會喔 不用自己的經濟優勢喔 趕快往前推進喔 會更好一點 不然待會他家裡會有斷金的可能喔 你看這個黃金已經 上億個人在挖了喔 這個這麼多人在挖 經濟效率就不是很好 這邊就要趕快出去喔 開心的金礦出來喔 那法蘭克人這邊的車路也很簡單喔 就是 控金 然後用這個沖車 加上 東城塔 去帶直撫兵 直撫兵喔 然後一貼近很近的時候 再放下來 再給這些老頭 還有這些熱納亞弩手 進行攻擊 哇 這個損失慘重 熱納亞弩手 哇看起來這一波 法蘭克人並不虧 欸 雖然自己的攻城塔被打掉了 但是對方的軍銀頭之一 果然也被拆掉 這裡跟城堡 並沒有辦法好好守住 那直撫兵現在傷害是7加2喔 其實並不是非常高 也可以考慮用大量的傭兵喔 直接殺過去喔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傭兵喔 需要用大量的肉喔 那義大利人現在有這個優勢在喔 轉傭兵確實是個好選擇喔 而且你還有海產上的優勢喔 也可以去灑魚網喔 也不是問題 就是有點考驗 對於文明性的一個理解喔 一大利人這邊 並沒有好好利用自己的文明特性喔 稍微可惜了一點 好 這邊拉了非常多的村民出來 可能是要來蓋城堡 但是這邊工程塔過來 火砲這邊在發呆 沒有第一時間攻擊後方的老頭 好 這邊硬蓋城堡喔 會不會蓋到活潑血流呢 指腐兵移下來 攻擊的是後方的火砲 但火砲已經拉遠了 第一時間沒有辦法 就去攻擊後方的火砲 但是還是被收掉了一隻 這個直接打個一炮 收掉了大量的指腐兵 但是正面的村民已經殘血 只剩下85% 可能會沒有辦法蓋好 這一波城堡蓋下去 結果讓他自己損失了大量村民 損失了超過20隻阿 村民已經被殺了超過50隻的單位 一大利人 47吋對上68吋 直接爆炸 哇 結果錢壓爆喔 還失敗了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他不出去的話 只會 慢性死喔 沒有黃金阿 好 那一大利人這邊就要思考 到底要怎麼打 這裡賣了一點肉 然後轉了一些黃金 反正個人現在還有空金上的優勢 好 火砲偷偷出來 打個幾炮 但沒有打到任何東西 再一炮 nice 但有點 有點miss掉了 好 一大利人現在村民落後囉 70村 對上55村 但是要把 處理農回來也不是問題 問題是沒錢阿 沒有錢怎麼辦阿 哎呀 問題是沒錢 這句話 這是什麼場合都可以使用的 好 又點了一個老頭 這個點發點得非常nice 好再射掉一個制服兵 兩台衝車往前頂 好 這邊法蘭克人 左邊燒戰被偷拆 一大利人想要把這個偷拆 然後出去拖到黃金 等現在很明顯喔 他現在黃金非常不夠 石頭也不敢賣掉 因為石頭一賣掉的話 待會被工程的話 就不能修城堡 但是法蘭克人喔 並沒有很著急喔 要趕快升到地龍斯賴 法蘭克人是開始玩起了 四台衝車 每一台衝車都裝六個 指輔兵喔 還有這個工程塔 好這邊工程塔戰術 繼續往前推進 肉馬沒有繼續攻擊工程塔 有點可惜 反而是出來想要去解 後面的裝甲衝車 好這邊衝車直接被肉馬 打到看到殘血 但是家裡的指輔兵喔 也是努力在輸出當中 好這邊一下車 直接解掉這些肉馬 剩下兩台衝車進行輸出 後方的衝兵再進行修城堡 有機會修得回來嗎 感覺有點吃力 好但沒有地方討的 指輔兵也是被弓箭射爆 但是正面的衝車 還是頂掉了這一棟城堡 好指輔兵再下次 再繼續下馬 不是下馬 下車 下車之後被打兩人的手給解掉了 好意大利人這邊 有點不太招該怎麼打了 左邊也被頂出去 好然後這邊偷偷想要蓋一個城鎮中心 去補下左邊的黃金 反而客人這邊也沒有開下 額外的城鎮中心 反而是單TC繼續農 好然後轉出了更多的 自己的戰毛兵 還有我的老頭去招強對方的熱奈亞奴手 這邊看到大量洛馬有點害怕 好那義大利人 確實現在沒有黃金 轉洛馬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畢竟自己的洛馬也有三公三房 而且也有這個品種 所以用起來也不會太弱 左邊蓋一個城鎮中心 看來要往左邊開始爆打一波了 右邊這個黃金 偷偷出來挖了 哪收出來的 用運輸船運出來的嗎 這裡剛剛還有一隻肉馬 在那邊偷偷 站崗 但現在也沒有了 好法蘭克人這邊 繼續使用自己的衝車 還有自己的 工程器 工程塔 繼續往前 完全不死心阿 好這時候肉馬可以上前 先打個一波 但要小心下來的 直伏兵 直伏兵打肉馬傷害很高 好 好 移上來做一個攔截 工程塔 這邊繼續吸引更多的箭矢傷害 讓直伏兵有一個良好的輸出環境 笑死 是不是到底在打什麼 我真的覺得好好笑 這個直伏兵的玩法 他真的是在玩四季阿 享受遊戲的男人 正所謂的不想贏 就也不會輸 就是這個概念吧 我就不想生地龍時代 反正我也沒想贏 我就是想來享受遊戲的 沒想到這一碗 讓義大利人玩得有點頭痛 反正是義大利人沒什麼遊戲體驗的感覺 好 但現在又有黃金喔 那這邊義大利人應該可以再轉出一些經濟了 然後轉出更多的單位去反制這邊直伏兵 左邊這個城鎮中心沒有打算解掉嗎 他不是看在眼裡嗎 還是他是故意給他挖的 感覺是故意給他挖的 這邊可以蓋一個城堡 然後直接就可以解掉了 他已經開始在奔放自我了 他已經開始在奔放自我了 好 法蘭克蘭中午點下帝王時代 這邊肉麻應該可以解掉衝車 到後面大量支伏兵依依依就解不掉 好 左邊蓋了一個城堡 看來他要認真了 動真格 好 控住這個金之後 只剩下右邊可以挖黃金喔 好 但肉麻數量一直慢慢成形起來 三訪也點下了 好 再打個一炮 Nice 順利的擊毀了 這個工程塔 關卡毒手居然被逼退 有點太害怕囉 好 肉麻繼續往前 好 終於解掉左邊的城鎮中心 好 法蘭克蘭這邊點下了 銀罐 道工府 可以增加一下 指伏兵的射程 然後變成3加1 4弓的射程 那勒納爾弩手 他本身是一個 手偏短的弓兵喔 射程只有7而已 所以只要多走個三步喔 就可以攻擊到 勒納爾弩手 勒納爾弩手跟中國聯弩 有個共同特點喔 真是手短喔 但是都有特殊功能 好 還有蠻愛的羽毛巾射手 就是有特殊能力的工兵單位喔 手都會特別短 好 這邊戰武兵稍微反擊一下 回去後方勒納爾弩手 正面的制服兵開始往前無限衝鋒 後方的巨型頭司機 還在繼續攻城當中 但後方的城堡快要擋不住 沒有人在修理 這一波應該可以拿下城堡 但是正面的部隊可能會全面快敗 因為正面完全坦不住 而且有非常多的衝車已經過來 這邊的奈亞弩手 是沒有辦法解掉 正面衝車的問題 而且反而個人這邊 展出一些槍兵喔 打這些肉麻效果也是一級棒 肉麻直接消失 但是帶來自義大利人這邊 繼續使用自己的肉麻 加上任奈亞弩手 進行最後的反擊 衝車繼續往前 這一波要是守不下來 可能就要沒有囉 好 這邊大量的制服兵 直接下車 跟他說哈囉 裡面只有一個 這裡只有一個 這裡只有一個 衝車繼續開頂 巨型頭11也在後面生產當中 但正面好像不太需要巨型頭11 義大利人 正面就要準備GG啦 雖然那奈亞弩手在後面 打出了非常多傷害 但是石頭已經歸零 這一棟城堡修不起來 好 買了一百石頭 結果城堡還是掉了 心態炸裂 連GG都不打 直接挑game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義大利人拿到木頭 跟食物的勝利 因為這兩個東西呢 是3TC開的 比較會有優勢的東西 那法蘭克人 證明是大爆挖黃金 跟石頭 黃金獲取量 是多了3000而已 並沒有非常多 但這場比賽 最大的重點 還是這個制服兵 跟工程塔的一個 玩法 非常特別 那義大利人 要是他知道 要怎麼去 對應工程塔的話 這場比賽 應該就不會玩得這麼痛苦了 好 直接招牆掉 工程塔就可以了 我記得連救贖思想都不用研發 就可以直接招牆掉了 他可能認知以為 這個工程器單位 一定要研發 救贖思想 但工程塔其實是不用的 這也是成為他的 拜因之一吧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要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按讚 咦 你們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